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期我们见面了 现在很多咱们朋友们对这个无土栽培啊 尤其是机制栽培啊比较感兴趣 那么在这个机制栽培上 我们最经常性遇到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肥料啊 这个溶液浓度怎么样去调控 这期我们来聊一聊啊 首先大家看到的啊 这个池子灌满以后呢 是20方的水 我们现在配着的肥料呢 已经是全元素的肥料 包括大量元素 种量元素 以及铅铁硫蒙 盆等等这样的一些微量元素 已经是全元素了 所以说我们直接呢 就可以融到一个池子里面进行滴灌 但是呢 咱们朋友们有一个问题啊 就比较泛难 这一个池子啊 应该加多少的肥量呢 就拿咱们番茄来举例子啊 第一个呢 我们要用检测比EC比 要去测定当地的一个基础水源 你像我们当地的这个基础水源呢 它是1.5 那么我们再描起 就是定值以后 三到四天以后就可以上肥水了 那么上肥水的时候 描起呢 一般我们这个EC的浓度啊 就控制在1.9左右 那么开花前的浓度呢 就控制在2.3左右 棚果期啊 我们这个浓度呢 一般就控制到2.8到3之间 如果呢 你想这个产量更高啊 那么最高呢 你可以加到3.5 这个范围 那么从基础水源1.5 一直加到这么多 加肥量有多少呢 相信很多的一部分朋友们 是直接一点一点的往里面加肥料 拿着EC比去检测的 这样子呢 太费功夫啊 太费时间 以20方的水源计算啊 从1.5到1.9 相当于前进了0.4 你每前进0.1 你把它看成是前进了一个单位 啊 明白吧 所以说前进一个单位 你就按照1.43公斤的肥料 啊 去折合就行了 1.5到1.9 相当于前进了0.4 你把它看成是四个单位 啊 相当于是四 直接乘以1.43公斤的肥料 大概就是 5到6公斤左右吧 啊 依次这样子去累推 这样子呢 你是能够快速 有效 科学 不浪费的 去解决这个添加肥料问题 啊